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军会气烟 但这一节我们与秋海涛民国立言 与大家一起谈谈台湾最近国防的事情 尤其是大家看到拜习会之后 拜习会之后其实也有很多事情谈谈 包括中国和美国都对介入选举的事情很感冒 整件事觉得不好 但其实双方都会做的 第二个就是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再武装台湾 但我们也会观察到台湾 你说美国没有武装都好 其实它都需要不停加强自己的国防 加强预算也好 他们的武装上,尤其是在海岛国家来说 海军,尤其是海军、南艇 增加都事在必行 现在他们水底的战力,我们讲到潜艇 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讲过 潜艇的战力都应该要去到24、25、26之后才会看到 接下来也会增强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 所以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讲到 那个轻型的巡防舰 这个Light Frigate 现在的进展是怎样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 这种Light Frigate,轻型的巡防舰 其实对台湾海军的防御 甚至对台湾战争里面 会不会起到一些关键的作用呢?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谈谈 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帮助点赞 还有可以订阅 包括我们军武器言 还有七海透文阁 两边的情况 我们和纳然谈谈谈 纳然,你好 Larry,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 纳然,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其实台湾,我们看到美国那边 有公司合作 在台湾也有公司承包商接口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那间公司或者今次的合作上 我知道一定有一些,大家经常说的 你不可以纯体一些普通的东西 你一定要看一些,就是它后面 就是什么势力,拿到什么单 那就会再推敲 其实会不会有贪污 或者战力 出到来,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 有没有什么脈絡 可以今次在军购案上看到一些 其实最近是有两单的新闻 应该是放在一起来看 那才会看得到 譬如说水面漫艇这方面的 一个端艺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蔡英文总统 南下高雄 主持这个新型巡防艦 第一艘原型艦的这个钢板切割典礼 老实说,以前军艦 就很流行叫做安放陆骨的 但是现在的军艦 就好像砌LEGO那样 一块块在不同地方砌好了 然后才放进去最后的组装线那里 Sample Line那里去组装的时候 反而是这个所谓的切割第一块钢板 这个典礼 就已经个重要性取代了安放陆骨 另外一个东西就传出一些消息 就是说海军的陈锋已经通知了 就是说政府的最高单位 就是可能去到总统府的陈级 已经知道了就是说 中华民国是会向美国 争取这个购买LCS 就是所说的崩海作战蓝艇美军的 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美国的LCS 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叫做一边复役 一边退役的状态 就是可能这两年 就有这些自由级会复役 但是同一年里面 也都会有一些自由级在退役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其实是值得研究的 因为其实当时 怎么说是说两三年前 当这个所谓的主力蓝艇开发 是遇到一个很大的樽颈位的时候 其实是都有不少的这个军事媒体 就报道就是说 国军研发的 就是可能一个所谓的替代的project 就是说 顶着当先 就是等主战蓝艇 多些时间去继续研究的时候 其实出来的模型 是相当之次自由级的 所以后来就曾经一段时间 那些人就说既然你都弄成一个翻版自由级 那我不如买正版的自由级 反正自由级都在退役 那些人被他猜中了 现在真是想去买 那当然了 有一些的亲男媒体就写到 就是说 这次其实是一个美国人 就批台湾去吃这只死猫 就说要中华民国海军 就接近了这些退役的舰艇 但是事实上应该听起来就是说 反正是美国人相当不解 为什么中国民国海军要买这些艰艇 所以整件事是相当有趣的 真是柳暗花明游一穿 你都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 不过我这么说 LCS这件事 它一直有两个的级别 一个叫自由级 一个叫独立级 大家都很清楚 自由级 就是Lucky Marty 推出的Gearbox 问题是多多的 所以服役起来 整理就多过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要 我也是有点担心的 你说要独立级 其实美国人自己都只会用独立级 上面加装的武器又不是特别多 上面的雷达肯定不会好 灯位不是大 上面唯一好是 可以放反撤直升机 上面可以放反撤无人机 上面放大概八飞的反栏飞弹 但也不会射得远 其实是近海防御的一种武器 你说火力又不够 火力就明显不够了 LCS最有趣的是 它是分了三个modules 一个反潜 一个防空 一个反水雷 看看台湾是否想买一批做反水雷 一批做防空 一批做反潜 但也很明显 连美国海军自己用三个modules 都未能够用 你说自己国家设计都未能够用 台湾有没有成功经验用 我是有点担心的 这个就是LCS高的问题 你说也不是 到时有一个批量 可能8架10架 8手10手落水 会形成一个数量的优势 我们能够观察 不过我想维修费是不非的 这也是组称说 养车比买车更贵 所以买车易养车困难 买船易养船困难 所以你問,我也相信 美國人都會問,為什麼你會去買LCS 我都覺得這個說法反而比較可信 不過如果說到輕盈巡防艦 今天都會提及這件事 有沒有說,這個標案裡面 現在台灣裡面的聲音如何? 會不會都很亢奮 因為之前就有潛艇的下水禮 雖然真的沒有下水,但不要緊 其實有些例如德國也是這樣的 現在潛艇一個下水禮 我們說到Live Frigate要開始了 台灣那邊有沒有什麼民意? 或者對這艘戰艦抱著什麼期望? 或者我們可以分開幾個層次 去答覆這條問題 以及之前Larry的分析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到底為什麼要買LCS 又或者為什麼LCS這一宗新聞 會和這個輕盈巡防艦 混在一起說呢? 首先第一件事最主要就是 對於海軍的角度來說 這幾年對於空軍 甚至陸軍的一些大型的軍事建構案 已經是對整個預算 形成了一個排低效應 第二就是在蔡總統執政的頭幾年 其實基本上資源是傾斜去海軍那裏 但是海軍是做不出一個主戰戰艦 所以這個時候是有一個很大的預算壓力 但是呢 你說的自由級現在呢 其實是作為在美國的一個 可以釋出給盟邦的一個武器庫裏面 它算是一個以廢鐵價格 差不多以廢鐵價格去賤賣的武器 可能它這幾年興建自由級 其實也算是一個新船的狀態 但是它可能是用原來造價的10%去賣 對於中韓國海軍來說 這個交易簡直就好像是平時 可能如果大家有在美國 又在歐洲租開車 或者買開二手車會發現 其實有些車為什麼這麼新的 都賣得價格相對上比較疑人呢 其實情況就是好像租車公司 租車公司一炮過買了很大量的新車回來 然後就過幾年了 那這些新車都租了十八百了 那個叫做租車公司覺得 我買新車的成本 比我養著這批舊車更好 所以他們會再買一批新車 然後將這批 在外界覺得是半身狀態的車 就拿出去以售車房賣 就是中韓國海軍 他們覺得LCS是這樣的交易 但實際上對美國來說 是一個什麼交易呢 第一你設計這艘軍艦的時候 那時候的想法還是說 反空戰爭的那個年代 那所以就很注重就是說 我一個通用的難體 然後呢我根據不同任務的需要 我把一些不同的東西放進去 但問題在於就是說 當美國後來在大概是 就是說2010年代尾將整個的態勢 是轉了作為一個所謂的強權對抗的時候呢 整件事就已經不同的玩法了 就是你以前那些所謂的快速換裝啊 一些的港球輕型高速啊 這些這樣的難艇特性 其實是不適合強權對抗 那個的戰爭場景裡面的 所以變成了就是說 這一批的難艇剛剛做 剛剛做出來 為什麼要繼續做出來 因為國會給一個預算 你不可能不做 你一定要完成這個預算 但是就是說 好了 國會預算你做 只是沒有預算你養 所以他就要 後來就一定要他退役了 因為這些武器 已經不符合那個 戰場環境的設定這樣 那就變成了就是說 哦 就是 和美軍呢 也都沒有開發了這一 一個艦艇裡面 就是本身想著要的一些的裝備 就是譬如說 可能是反潛那些 其實都沒有完成了整個的套裝的 那所以你買一船回來 其實買個殼 那對於 就是中華民國海軍來說 好處當然就是 你從你買個殼回來 其實你有很大的改裝空間 很大的升級空間 但是問題在於 你升級的經費 從哪裡來呢 會不會排下到現在的 新建設軍艦的預算呢 那這樣就變成了就是說 可能海軍的想法就是 不要管了 買完回來先 因為現在的軍艦實在是 對於中共的所謂的環台軍艦 其實是天天都在進行的 而且 現在中共是瘋到一個點 就是說 有四隻軍艦是定點 好像 就是 監視著台灣那樣 就是 譬如澎湖 蘇澎 然後 然後在高雄 還有基隆外面 各有一隻軍艦在那裡看著 在這個時候 對於國軍的軍事壓力其實相當大 你不可以不派軍艦去 即是你不可以不派軍艦一對一去看著它 那你也不可以派一些 敦衛太小的軍艦 萬一 它突然之間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控制到它的場面 所以 它一定要找一些 就是敦衛夠大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線軍艦 去 監視別人的一線軍艦 但是問題是 我們的一線軍艦 等這幾年 因為這些勤務 是已經令到 本來 原本 應該要做的維修 或者一些緊急的維修 是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 海軍是非常急切需要 有一些新的軍艦補充進來 去代替這些的損耗 所以它覺得 另一方面 就覺得 和平時期 先用著LCS 等這個輕型巡航艦成軍 即是屬於一個過渡時期的裝備 所以為什麼海軍是覺得 我用美軍原本造價的10% 甚至乎可能我 即是說 找國會那裡 遊說一下 好像當年引入四手機輪級 這樣 是用到一個廢鐵價格 甚至乎是5% 1% 這樣去買 去買回來 那個預算運用 更划算 這樣 回到輕型巡航艦 這一部分 就是輿論 輿論 到底那個感覺是怎樣 其實最主要的輿論感覺就是 終於開工了 因為當年馬英九政府 在陳銘康上將任來規劃的 所謂12項建案 大部分都是被蔡總統計成了 但是蔡總統計成了這一部分的所謂的海軍建設 其實他都有分重點 他一開始是想著 用主電艦艇和前艦 作為雙頭馬車 同時進行 然後 好像當他卸任的時候 有一個很封石的成果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潛艦最後做了出來 但是 因為後來陳銘康上將卸任之後 新上來的 即是說 新上來的這個王柱光上將 他是一個主潛派來的 但是同時之間 他是強制要求 即是說一個 和他和李啟明上將 都是一個要求不對稱的一個戰略 所以他就覺得 第一就是說大型的艦艇在未來戰爭的生存性 可能會比較低 所以就堅決要求 就是說主電艦艇 4350噸就好了 但是問題是4350噸 你什麼都要裝下去呢 結果就是 最後就變成削足 但是適不到你 變成很多東西 即是你要裝的 裝不了進去 你想做的又做不到 於是乎 去到梅家樹上將 任這個海軍司令的時候 最後他決定忍痛蕩氣 我不再研究下去了 那就變成了 將它拆成兩個案 一個就是叫做防空型的輕型巡船防艦 另一個就是即將會開工的 反潛型的輕型巡船防艦 變成將一套的東西拆成兩套 但最後他發現 那個噸位其實都是減了區區一千噸 就變成整件事兜兜轉轉 經過了八年時間才終於開始 給輿論的感覺是一個如飾重複的感覺 終於開工了 但是對於建軍整備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 behind schedule 亦都是令到為什麼海軍現在是 有些切柄急亂頭衣 要找一些船進來 塞回防務的漏洞 當然很多政治事情我們也不特別講 例如說沒有軟件 建軍沒有方向 裡面有派系 有黨爭的 你攻擊我我攻擊你 長遠的國防是沒有一個共同的指標的 這些我想大家都聽了很多 我們都無謂多講 但無論如何 如果這件即食戰略 你在擺在現實眼前就唯有這樣做 買一點點頂住 立言剛才所說 經常保持四艘軍艦 你都要找些東西去頂住 LCS有個好處 它的機動力好 即是你想玩東西 你玩不過它的 它的機動力一定比你好 它時速比你飆得快 我們說差不多去到六七十節 所以千萬不要去到這個節數 大部份真的會壞 但基本上都能夠 override 到 例如說你0.54、0.52 你都不會夠LCS玩的 所以可能機動力也有回合 另外你說輕型巡防艦 我認為現在的情況很雞勒 就是你想它什麼都有 但其實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說神盾 這個系統一定是無法載 我們經常說 神盾艦也有一個重量要求 你的船本身 噸位也有回合 例如說你也有六七千噸 六七千噸的 裝一個神盾艦 就是第一個雷電 即是我們說的雷達 不要計算它的尺寸問題 發電機組 以及耗電量等等 很多東西的支援 已經用了不少的燈位 再加上我們說垂直發射系統 你用這麼好的雷達系統 你沒理由隨便放十飛八飛 就當消耗它 你也要放回最少 可能有三十六、四十八飛 甚至乎更多的發射單元 你擺武器都要空間 又要噸位 所以其實正常 第一例如觀察中國 他們去做神盾 中華神盾 他們都說 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五六千噸起跳 去到現在做過一萬噸的大區 所以你說台灣當然不會做到這麼大 但如果你說 真是想做防空 那你又不用神盾 即是你要用陸上的雷達 或者空中的雷達 去做導向 然後你純粹是一個防空的武器庫 發射 然後再導引你去 老實 二千噸、三千噸、四千噸 我就覺得分別不大 你說反潛的 相對反潛的作用會大一點 你不需要剛才我們說到很多 很厲害的雷達 但反潛是另一件事 即是反潛就是你說的 包括你有敏感的那個科技 即是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你美軍 派得到給你的 一些胎藝式的 一種的 我們說的反潛的 那些搜索雷達 那你的問題就是 即是你中科院 你有沒有具備這些東西 那你現在 美國這邊 要跟你去打的 究竟接下來會怎樣 我就比較 我看立言你什麼意見 我個人就比較期待 反潛型的出生 這樣說 反潛型的為什麼是後於這個叫做防空型呢 其實你如果以客軍條件來看 是有一點本末倒置的 因為防空來說 中華民國艦隊一直都是專注於防空 所以 其實那個艦艦的年齡相對上是比較年輕的 但是 反過來 你說是 納克斯這一級的 即是中華民國叫做制洋級 這一款的蟲蟲艦 其實 之前已經在美軍裡面 覆役了很多年了 但是呢 即是去到90年代 先租後買的形式 被中華民國海軍買斷了 那這一段覆役的時候 其實也不在少數 加上它那個比較特別的推進系統 這個高壓正氣渦輪系統 那個的保養相當差的時候呢 所以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要優先替換了反潛 但是沒有辦法 都是那句 有時候大家看說 就是買軍艦 是不是買一些型的 買一些很細胞的感覺 就好像買到獨立級 整個升戰的感覺就最好 就是不是不看這些 其實第一要看 就是有時候海軍買東西 不是只是說買那個載台回來 因為其實載台是越來越難取得的 在拜登政府任何看到的趨勢就是 拜登政府是傾向拒絕任何新的載台 輸入到中華民國裡面 例如是反潛直升機 之前說的 就是剛剛Larry說 有很大的甲板去放反潛直升機 是沒有用的 其實so far 現在中華民國海軍艦隊裡面的主戰艦艇 都不是每一個直升機甲板都可以放一隻 所以整件事 譬如四隻驅逐艦 其實是沒有的 就沒有反潛直升機 只不過就是 可能臨時任務偏組 就是他出行的時候 可能沒有帶出去的 可能是 那就變成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第二就是軍艦 新的軍艦 基本上不會給 如果不是的話 提康加油級 就是台灣都很多軍事界 跳手期盼 會不會退役之後 美國退役之後給幾隻泥 取代了基隆級 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對於LCS 其實我個人都悲觀的 尤其是美軍都覺得整個戰爭的環境 都不適合LCS在台海生存 但是都是那句就是說 因為當時濟洋級上面 還是有很多的反潛的裝備 到現在來說 都是能夠有效地 克制共軍潛艇活動 所以就導致到這一堆軍艦 全部不退役 除了是說這個叫做海洋 和濟洋這兩隻軍艦 真是頂不住了 所以才臨急臨亡 在美國買了兩隻派利級 派利級其實就是中華民國的成功級 但是這個軍事件案裡面 大家都看到海軍買軍艦 是有一點點的智慧在裡面的 第一 成功級和派利級是同一級的東西 所以在政治上面是迴避了817公佈 美國和中共所說的 就是說我不會買一些比以前更加先進的武器 給中華民國 因為那個殼來講 真的是同一款型號 但是問題是 這個盒裡面 就可以做很多手腳了 因為引進這個 兩手派利級的時候 這個 同時也引進了一個拖役升立 是美軍現役的SQR-19 這個拖役升立 就是屬於叫做在海軍裡面 是很需要用這個裝備 去形成了這個高低搭配 就是作為一個全面的反潛系統 所以在這方面 有時候看可能外行人 說你幹嘛 你自己懂得做的東西 你還要問你的老人 去買一些人來退役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 學是退役而已 但裡面的餡才是我們想要拿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 就是我講的是 小國的一個悲哀 但是也是一個叫做 武實建軍的一個方向 我想小國的悲哀只有兩個 我覺得 人事鬥爭永遠都是中國人的悲哀 不只是台灣 我覺得沒有什麼地方都避得過 第二個我覺得 你隔離這個國家 太惡太強 也太吵 所以就是另一個悲哀 但anyway 我覺得都需要鼓勵台灣 還有記住 自由是得來不易 真的要捍衛 你覺得對面是和平時期 過了七十多年和平 一直和平 永遠 你要和平 你都要隨時武裝自己 隨時可以打拼 和平才可以一直保持 好 今天多謝立言 跟我們分享台灣現在海軍的建軍 其實我們香港這邊 或者海外那邊 有時對台灣的需求 未必特別了解 今天經立言這樣說 真的都理解到 有時台灣的苦衷 有時都是我們俗稱的一些賊 但是你都沒有辦法不吵 好 麻煩你 但是這樣說 這次其實是開心的 因為終於看到有軍艦 是用這個 Vertical Launch System 這個垂直發射系統 對於一個軍艦的性能來講 其實相當重要 因為如果你還用那個叫發射臂的話 你是發射臂轉去哪裡 你的飛彈器射到哪裡 但是你垂直發射系統 你一打出來 你是個飛彈自己去調節那個方向 其實整件事是先進了很多很多倍的 這件事也是說90年代 就是中華民國已經想取得的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才能取得 但是相反其實是 就是我們不要跟中共比較 我們甚至跟東協國家 就是東南亞這些國家比較 其實我們都落後了很多年 甚至是說馬英九時代 我們中華民國海軍去到菲律賓門口 就是保衛我們的漁民的時候 菲律賓海軍是嚇得不敢出來 但是菲律賓海軍 竟然比我們更早 拿到這個Vertical Launch System 整件事 我也覺得是少少安慰的 今天終於看到一個可能的System 會出現 當然 當然 菲律賓是積極過你很多的 菲律賓做人 他比較不講臉皮 中國人太講臉皮 人家真的要拿就拿 其實外交是寸土必爭的 每一件事 你不要只說肉酸不肉酸 要就要,拿就拿 菲律賓會贏台灣 如果在這部分 我的角度 菲律賓要什麼沒有什麼 要什麼有什麼 他有攻擊機 美國F22和你過來 還要特意輸給你 兒子,放心吧 你也是可以贏的 F22下次轉籤20 你照樣打他 其實菲律賓多懂得玩自己的 自己的地緣政治 台灣還覺得自己是棋? 你看菲律賓不是棋嗎? 菲律賓被中國包到? 包括黃岩島 所以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在國際的棋局裏面 哪一個是棋呢?哪一個是棋手呢? 其實不像人類足棋一樣 是一個絕對職勢 而是一個相對職勢 他當你是棋的時候 你也當他是棋 期待我們要有這個 大國和小國合起來的智慧 我們才能夠打贏這一場的國際戰局 我經常都聽說 最強的獵人 一向都是假裝獵物 我們來到這裡 好了 我們下一節可能會再講政治方面 上一節講了藍白俠 然後現在破局 藍白不合 也符合我們的預期 是一個 所以我們之後 因為都快要進入十二月 所以我們又會跟立賢 繼續關注最新的選舉 也看到現在 賴蕭佩已經出來了 我們之後會繼續關注 已經去到最後的一利路 即即直路 接下來究竟會怎樣呢? 大家敬請期待十二月 即我們在台灣選舉裡面 會跟大家更新更新的 好,謝謝立賢 好,我們今天 來到這裡 好,下集再見 拜拜